喂,我是吴季欣 莱德公司股东吴季欣的话 我们现在是早上6点44分 今天是礼拜二,2011年5月24号 我们是在台湾台北市北投区 这是我的住所 我当时我是莱德公司的股东 莱德公司英文叫Retag Technology Company 英文名称大概是这样 莱德公司它有发展在电脑方面的产品 它有太阳冷方面的设备 我是因为他们有太阳冷方面的发展 所以我有去买莱德的股票 我买了一千股,算是一个小股东 一千股的话,我买的价格大概是8600块新台币 人民币的话大概就是2000多块人民币 所以算起来是钱,也不算很少 但我们台湾当然是有的人是买什么大的太阳能公司股票 一张股票都是9万、10万 最近太阳能的行情颇动很大 现在来的公司昨天就跌了非常多 我记得上个礼拜还有8块一股 这个礼拜跌到7块5 你看我从一股8块6买起来 一直现在到7块5 我也跌了1块1 对这么少的钱的一个股票 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话,我们做股东 我看过莱德公司的太阳能产品 我们是觉得它的产品还是显得灵活度不够 就是说在台湾来说的话 我们有些小型家庭的需要 它没有顾及到,或者说个人的需要 比如说我们的小笔电 小笔电的充电 你做一个太阳能就可以卖钱了 或者说我们脚踏车 假设是充电 像我假设现在是用电池的很不方便 如果有太阳能的话 我们觉得好多 我最近还看过人家卖给我一个小的太阳能LED灯 根本不用手电筒一样 根本不用充电 放一放它又有电了 我想来的公司 他们科技人员绝对做得到 比如说你发展这个太阳能 可以用于像煮饭 像有的家庭不需要电的 用煮饭 或者吹风电风扇 这些东西其实有的公司都已经发展出来 像中国大陆公司也发展出来 或者是太阳能充电 摩托车 在中国大陆都发展出来 我想来的科技公司 以他们的能力 绝对有能力去发展一些周边产品 能够供应一般市民的需要 就是说在商品市场上面 会比较有竞争力 那公司现在是主要搞省电的LED灯 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大 大家全部都搞LED灯去 可以省电电灯泡这方面 那我们觉得是来公司可以试着看 像我们这个发电 都用不了多少电的人 当然可以发展一个太阳能系统 而且台湾很多是五层楼公寓的房子 他们很适合用太阳能 比如说热水器供应 或者日光灯供应 电灯供应 这些东西的话 就太阳能的10屏 20屏 5屏 这些小屏数的 或者说我们讲说 3 40公分的 太阳能板 充电器 这些东西是很值得发展的 我是吴基辛来的公司股东 特别在股东大会前 说说话 谢谢